以前我扮演過的 大多數的女性角色 多半都是逆來順受 就有時候我自己看劇本 都說服不了我自己 那你以前有走過 相親自己拍的嗎 沒有啦 你那時代已經不流行相親了 我們時代有離很遠嗎 是牽手做的一頓飯菜 還是跟愛人一起聽音樂 台灣第一媳婦張玉燕 和金鐘師弟游安順 主演的舞台劇 《清明時節》 六月將於北中南展開巡演 這次張玉燕跳脫苦情侶擔當 面對戲裡的老公外遇 硬起來迎戰小三 她認為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我覺得這是 百分之九十九的 台灣的傳統女性 都會有的一個信念 她就先透過調解的方式 她希望可以讓這個小三知難而退 那你在戲裡面吵架 是都要用台語吵 哦 對 因為她這個不是一般 我們所以為的現代 大家隨口說的台語 她很多的東西都是有押韻的 那如果你講的標準的話 是會有一個韻味出來的 我從來沒有看劇組看得這麼認真 以前我扮演過的 大多數的女性角色 多半都是逆來順受 就有時候我自己看劇本 都說服不了我自己 可是妳到時候演出 怎麼說服妳自己啊 就沒辦法 就咬著牙 就那個閉著眼睛 還有 我是沒辦法 妳姐這樣 對 我是很不贊同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式 如果是現代女性的我來說 如果假設我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初期當然是用溝通的 如果我覺得對方心意已絕 我的個性我應該不會長求 我會覺得好聚好散 其實我在看劇本的時候我就想 那為什麼兩個人差距這麼大 還可以做夫妻 後來我劇本看完之後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相親 那妳以前有走過相親這一派嗎 沒有啦 妳那個時代一定不流行相親 我們時代有離很遠嗎 相對於很多演員的性格來講 我是比較怕深一點的 也比較慢手一點的 我其實是面無表情 我只是在等待 有人會覺得我是不是不高興或幹嘛的 還有就是以前剛開始工作頭幾年 還有遇到過記者誤會 覺得說我好像不太理人 有點驕傲 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稍微要注意一下 可能會讓人家誤會 其實學生都是比較表現力非常強的 那我絕對不是那樣子的人 好怕被老師點到我的 其實原先在學校的時候 我是要主修編劇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會唸戲劇是因為 我很喜歡文字的東西 本來填的主修是編劇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老師是 賴勝川老師 我要給他簽字 他就說不要放棄 他就把膽子遞給我 他就人就走掉了 那這怎麼辦 好吧我就改 對我人生來講蠻重要的人 那應該就是我大學時候的老師 賴勝川老師 當初也是因為賴老師 我才會主修演員 然後在後面作為職業演員 到現在 去年的時候 我有參加一個偶像劇的演出 我才覺得現在的演員太幸福了 那時候的制度方方面面 沒有像現在對演員的照顧這麼好 我以前拍八點檔的時候 中午鏡頭拍到早上五點 工作人員攝影主換班 我們早上等天亮六七點拍外景 然後再拍完那個外景 然後到第二天中午又在鏡頭 就是每天這樣夜夜夜夜 若干年後我在回想當年工作的情形 我其實非常感謝老天爺 讓我那個時候 就是健健康康的 可以完成工作 以至於到現在